石馬平上個星期五發生雙屍案 一對智力有問題的五十多歲兄弟 懷疑因為母親入院之後 無人照顧而活活餓死 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醫管局表示 兩名死者生前曾經在九龍東醫院聯網 精神科專科門診到覆診 直至2018年停止覆診 而二人的母親 現時仍然在九龍醫院留醫 情況穩定 而根據紀錄 他們兩個曾經分別在六月中 和七月底 兩支自行前往九龍醫院探望母親 而醫生在病人留院期間 也曾經多次跟病人的小子聯絡 商討病人的病情和跟進安排 而醫護人員在上個星期六 也曾經會見病人的小子 期間得息兩名死者 生前有能力自行外出和購買食物 對於今次事件 醫管局表示難過和悲痛 又說會全力為病人提供合適的治療 和為家人提供支援 也會全力配合有關政府部門的調查